新闻大白话年终破关 解任务 任务一订阅新闻大白话的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任务二小额月费加入新闻大白话的会员 用行动来支持优质节目 让我们一起监督政府 各位观众朋友平安 欢迎收看TBS新闻大白话 我是今天主持人王显秋 节目开始呢 首先来介绍我们今天加入的 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 董之森 董哥 大家好 台北市议员许晓晓 大家好 我们的资深媒体人尚义夫 大家好 今天大家来讨论的话题 仍然是这个后续不可思议 就是单一的事件 居然演变成了一个网军不可知的 这个组织战有这么大的绵密的 这个组织力道 那其中最新的当然就是跟段仪康 也就是民党前立委有关了 那么刚刚最新有马文宇小马 也就是这个委员大的前男友 马文宇再次出来爆料的新的内容 都是直指民党前立委段仪康 跟林秉书的关系非常密切 我们先来听听看他这段谈话 这个人作恶多端 百命一输 他在这次11月11号到12号 痛恶高家瑜完之后 他拍了一段娱乐影片 这个人不是人 他是恶魔 他多拍了一段影片 他把高家瑜暴打之后 高家瑜整个脸都伤 戴了口罩之后 签了那个自白书 被简邦期货的自白书之后 他多拍了一段影片 他在事后拍一段影片 问着高家瑜说 马文宇是不是 做令你甘心 高家瑜全身刺伤流着血 封着冰封袋 影片我看过了 说是 说这个是不是 那个你自己写的 高家瑜就快不能说话 他也必要说是 林秉书的声音 高家瑜受伤的影都录到 他那段是拿来娱乐 这是恶魔 小马刚痛骂的恶魔是谁呢 当然就是林秉书 高家瑜的这个暴力男友 可是他当中前一场记者会 其实这段记者会的前段 蛮长的一段都在讲一个人 叫做谁 段宜康 我帮大家补充 他讲这段段宜康的内容 他讲的是说段宜康 不只是 为什么他会今天站出来 把名字点出来 是因为段宜康不只是追杀小马 而且是连追杀 身边跟他曾经走在一起的朋友 通通都会追杀 甚至让他们没有犯自己 就是说民党如果要有一些工作机会 有一些资源的时候 就会把其他人通通给挡掉 所以其他人甚至因此 因为段宜康而不敢 跟小马走在一起 所以他今天出来爆料都是说 他这段时间是不得已 这么多年来从来不提 现在才终于站出来 要把段宜康的这些行为 给曝光在大众的面前 那么段宜康到底 跟林秉书关系有所密切 他公开的承认说 跟林秉书认识了将近十年 但是他会拜托 因为林秉书去拜托他说 去帮忙跟周刊施压 最好名字不要出来 但是他说其实只是去了解 没有施压吗 那我们来看看过去他的风格 其实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那个号称他要吞曲棍球 这在2014年要说 如果因为这个曲棍球协会的 这个理事长相关的案件 还认为其中有舞弊 那么如果林昌敏当时确认 没有任何的舞弊或贪污 或者是有这个土利的情况的话 他就吞三颗曲棍球 我们看看那段画面 曲棍球我还去特别研究一下图片 曲棍球分几种有扁平的 冰上的曲棍球 也有圆圆这么大颗的曲棍球 他当时就喊 如果林秉昌查出来是茶屋实证 没有问题的话 他就要吃三颗曲棍球 如果万一真的查出来没问题 好 那就是你林秉昌自己 吞一颗就好 你敢不敢 结果最后人家判出来司法 结论是他没问题 查无实证 那最后林昌敏查无实证之后 这个段仪康他的风格是这样 但他有没有按照承诺吞这颗球 这个记忆品文显然他是没有做到 就当作没有事一样 就准过去了 而这样的段仪康 为什么会帮林秉昌 帮到多么彻底 我们来看看 包括了这简讯内容全部曝光之后 包括他去参加告别式 跟林秉昌之间的对话内容 他说他要跟各位立委一起集体公计 因为其实他要立委一个一个去公计 如何如何的 还要叫他老大说 您抄在前面所有立委之前 还要你在最前面 在上市老板之前 好大的面子 结果他自己 道遠康说我排在立委后面就好了 谢谢 然后再看看第二个 不熟但他亲自参加 还在跟这个林秉昌讨论 位子前后顺序在哪里 那么再说要段仪康去帮忙 这件他母亲公事 当作一个公关案件 行销的场合在宣传 那么暗示要段仪康帮他去处理 希望荣耀母亲让他风光下涨 所以段仪康就执行他的交代 去帮他让母亲风风光光的一个告别式 甚至一直称呼他老大 谢谢老大 谢谢老大 他对谁称老大 段仪康 但对其他立委 不是刚刚被爆料说 有立委被邀请参加 那结果他们时间一直没有回复 结果他的助理就直接跟对方呛说 我知道总统院长通通都会来 但委员你就不必了 不劳烦您了 你那么久不回复 就直接不劳烦您了 这个呛相的味道很浓 那只有对段仪康称老大 那再来一个段仪康像这样 心悉一个大哥大吉的人物 居然可以一通电话 就叫他去关切静周刊的报道吗 一通电话这个 对他记录非常的清楚 有他的电话一通 叫他去关切周刊之后 老大我有事情要拜托你 请教意见 然后最后二十多分钟 到底谈了什么 然后对方到底打了这个电话之后 愿不愿意帮他处理 压掉这个新闻呢 就段仪康回答说 还在查证中好像不会那么快出 结果再去打听可能会怎么样呢 对方只说 那个爆料的什么内容 完全不是事实 他就否认 他们只说会登 但是内容不肯说 只是说要请你回应 那之后他说糟了 赶快再打个电话给段仪康 这个内容是什么呢 到底讲了什么呢 就变成现在非常大 后续可能发展的疑点 当然我们刚刚听到 马文玉的谈话了 刚刚那段当然谈话掐的拜 是讲到对于这个恶魔 这个林秉扣有 林秉书 对不起 谁知道林秉扣是因为被说很扣 林秉书 他到底干哪些坏事 有多么多恶魔的行径这件事情 他爆料是跟金主段委员有关 所以他可以每个月吃香喝辣住饭店 然后到处把妹 来自于这个金主段委员 还是有很多金主呢 这是一个共犯结构的关系吗 让他可以到处这样到处走呢 还有所谓看那个录音笔 到底段委员跟录音笔之间的关系是什么 说不定就是后续发展的一个重点吗 是不是掌握了所谓新潮流的所有的事情 还是有什么原因让段一康可以这样帮他 那么像吴子嘉就说 段一康发文其实是要对新潮流做交代了 像江湖的大哥 要宣告这一团是我照的 这是江湖味 所以跟新潮流的关系这么的深 终于被踢爆了之后 新系列们 相关的美女委员们 可能被牵扯的人 或没有被牵扯的人都说 这些他特别欣赏我们新潮流的政治人物 女性嘛 或者是他好像对我们派系之间的了解 蛮多的 乔欣 您一路看到你好多 从网路上的追踪的讯息里头 这当中的发展跟变化 所展现的一个网军的共犯结构的关系 是非常的惊人绵密的 这件事他本来是一个 就是说私人的一个家暴案 但是从网军这两个关键字开始 我们发现他不只是在家暴案的层次跟等级 他甚至上升到国安或者是说政治上面 而且是民进党他们执政 这五年多以来臭不可闻的真相 你知道吗 民进党总是光鲜亮丽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我们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这个圈子也都知道背后不是这样 是很臭 很脏的 但是迟迟没有办法让民众可以窥视到 这个政治黑幕里面的真相 这一次不管是说高家瑜的这个事件 或是马文雲的记者会 等于是捅破了民进党黑暗势力的冰山一角 让我们看到里面 原来我们的国家难道是被新潮流一个派系 用这种帮派治国的帮派政治文化 然后用这种网路黑金的黑暗势力在操控的吗 我具体的点名段一康先生 你作为新潮流的大佬 底下有这么多全台湾各县市的新潮流的市长 县市长然后立委跟议员 请你不要躲在网路后面 请你出面接受媒体的回应 刚才媒体告诉我 他们把这个小马的记者会拿去询问段一康的回应 段一康昨天说小马的这个质疑 等小马说清楚之后 他再出来回应 结果刚才媒体朋友去询问段一康 是否能针对马文育回应的时候 段一康说马文育点名的是许巧新议员 请许巧新议员回应才对 那我现在许巧新议员具名点名你段一康 请你不要躲在网路后面 这不是一个男人的表现 不是一个新潮流大辽的表现 请你出来面对解释所有马文育对你的质疑 我第一个 你跟林秉书之间双方长期的十年的关系 请问有没有涉及网路操作 他是不是你的网均 你是他的老大 他是你的小弟 老大出了事情 小弟出了事情 第一个找老大 请问段一康 你知不知道林秉书在做什么工作 一个月开销三十十万从哪里赚钱 你有没有曾经 马文以金主称呼对他 已经说他是金主 你有没有曾经交付过林秉书任何的任务 政治的攻防 网路上带风向诋毁 然后报挂批评在野党 然后你有没有交付过他资金 第二个 林秉书现在所有认识他的人 都说他们自己是上当受骗的 如果不是有这个老大在背后撑腰 大家都知道 那骗得了谁 民进党的每一个人不都聪明绝顶 怎么会受到这个人一个嘴巴 就把他骗去了呢 你有没有透过新潮流的人 再介绍很多人给他认识 不然他怎么会认识 三分之一的民进党立委呢 我们国民党就没有人认识他 再来 你看那个对话 11月25号 段一康他自承认 他已经知道了高家于同党的立委 受到暴力胁迫 跟限制人身自由 任何一个人在11月25号之后 都应该告诉林秉书说 不好意思我没有办法帮你处理 为什么29号你还继续跟他联络 为什么你还跟他打了一个 三分桌的电话 你们是不是有串供的可能 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人 知道同党的女性立委 受到暴力对待 你怎么还帮他继续问问看 你说你在应付他 你堂堂一个新潮流派系的大佬 要应付一个 我不想讲 就是一个人渣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物 你在怕什么 他是不是掌握你什么资料 所谓传说中的录音笔录到了 是不是就是你平常在干的肮脏事 你要出来回应啊 再来 你有没有曾经向周刊影响力的人 提出林秉书的要求 他说他只是关心媒体 不是施压媒体 关心是什么意思 问问看他下一期要报导什么 这叫做关心 施压什么意思 叫他不要登出林秉书的姓名 林秉书这样子这么恶劣的人 跟你段一康提出的要求 你直接拿这个要求去 要求周刊的人说要按照他的做 现在到底是网军在 你在控制网军还是网军在控制你 所以一个让马文玉他一开始怕到 不敢讲出名字的段一康 面对这样子的网军小咖竟然要应付 竟然要保护 竟然要帮他跟周刊问问看 甚至牵扯到两位的商界大佬 还有一大堆的这种对话记录 现在流出来 桩桩都是涉及犯罪 段一康你还要躲在什么时候 具体点明里 不要再躲在键盘背后了 网军让很多人心生恐惧 是通常是不同阵营的人 大家觉得如果望远被网军盯上了 几乎是非死即伤 被攻击到黑带攻击到死 到政坛上覆灭 但是其实刚刚小马记者会讲了一个重点 他说其实不只是不同阵党的人 连党内的人士都一样 只要不顺段一康的意 只要不顺这些网军的意 一样被追杀到底毫无翻身的余地 他的那个恐惧在党内也是这样的 但段一康一开始本来说不熟 他还没有正式出来说话 但都是辗转受访的文字的记录里面说 但是后来终于承认 跟林比出这样认识了将近十年 他这个关系有多密切 那以他过去的风格曾经承诺过 要吃这个曲棍球 也没有吞 你觉得他现在会不会出来 还要不要面对讲清楚新潮流系 到底掌控了多少网军 影响台湾到现在维持整个政治文化 2018年民进党的党主席佐隆泰 他批评段一康 说段一康这种人 从来不知道检讨自己 他们过去是很老朋友 过去一起在台北市议会 我那时候跑议会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小段的风格大家都很清楚 你们刚刚的画面不够精彩 他有个最精彩的 有个叫韩国瑜的人堆了一堆 一堆球 那当然这气棍球说段一康 你这个小杯酸 大家韩总很带总 那为什么 因为韩国瑜 台北农场公司的总经理 那时候要被换 是要换谁 要换段一康的助理 媒体一报导 大家想说 这个助理我们也认识 过去也跟过记者姓蒋 后来当然新潮流包山包海 被大家知道了 他们就赶快不要去接索 结果来的就是吴英零 大家其实对 那个过程就很清楚 新潮流包山包海 靠的是什么 靠的当然网金是其中一个 他们金主也很获食 新潮流金主简单讲 其实很多大的企业 很多在大陆做的大企业 都在当新潮流的金主 甚至还有一些卖烟的烟纱 不管是日本的或国外的 就这样新潮流金主非常多 那段一康为什么这样 老实讲 因为他们互相利用 可是今天这些网金 他也掌握你的资料 所以不要看林秉书 一个妈妈的告别式 变成是怎么样 变成是他在夜兵 看谁有来 对不对 他在夜兵 副总统会来 谁会来 館长也来 館长是不是当今最了不起的望红 所以他一个一个在夜兵 就看你们的情况 那你看他平常 虽然大家可以看到 他也有监管给高嘉宇 监过两笔 他就借机这样认识 他还监过谁 小金是台北市議員 他监的完全是新潮流的 梁文杰 对不对 喜俗华 就是这些人 那只是台面上的 他台面下有没有其他家宇 我们根本不得而止 是 那减酥皮什么 这完全是新潮流的 所以他其实简单讲 他就是新潮流的网金 我们过去讲的 那个害死人的 那个是勇言会的网金 勇言会当然就是 蟹系跟海派结合的 所以你今天看到 民进党各自有自己的网金 那网金 他不只是只有一股 他里面势力非常多 所以很多人讲说 本来认为是一个 女性的立委被打 没想到背后的水这么深 不得了 然后看到了发现 原来林秉书 他还可以在 关在里面还可以 发号施令 还可以在掌控外面的一些活动 所以大家想说太了不起了 那段尼康呢 段尼康被称为老大 其实在做 新潮流他当过总召没有错 新潮流现在真正的老大 其实成吉 那成吉是表演会 那时候赖清德要跟蔡英文 竞选党内出选的时候 第一个就去找成吉 因为我们新潮流大家合作 所以说吉姐要不要挺我 成吉说没问题 三八十二没挺你要挺谁 结果回去呢 回去挺蔡英文 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过程 所以新潮流挺谁谁就当选 他的实力就是啊 就成吉 假装要挺赖清德 结果去挺蔡英文 挺了又蔡英文的声势 就开始高起来了 然后整个本来他的民调 还不到赖清德一半 马上就压垮了 所以那个是整个网金带风向 只有蔡英文在抗中 你可以看到这些情况 把它拿出来的话 会发现说他们这个拍戏 有动员 有组织 而且有谋略 他们靠了网金是其中一部分 所以你当人家老大当久了 即使已经小段他原来不分期立委卸任以后 他现在虽然说没有担任公职 但是他的影响力依旧在 党内这些人谁没有被他照顾过 被他支持过呢 所以你看到林秉书第一个就想到小段 想到了蔡思平 想到一些大佬 那很多人 大咖的 大咖的 慢慢的 帮他喬事压事都是大咖的 对 所以他就有他的本事 他玩弄这些人一鼓掌 可是这些人又何尝不借他来修理 对付或者凌辱他的对手呢 对不对 段康那时候怎么骂小马 我记得七年我就很 印象就很深刻 他说有某个女性的立委 配偶你的本事 你跟你的助理怎么样怎么样 那我恭喜你们 怎么样就讲得很酸 那时候大家讲说他在骂哪个立委 后来很多人讲说应该就是高嘉瑜 高嘉瑜就出来回应 我记得有这段往事 所以你知道新潮流 容不下其他的党派 尤其像高嘉瑜这种 在党内比较孤雀的 那这个当然是一击就给他死 这是很简单的一个小事情 研发出来的不简单的效应 而且刚刚巧琴讲的形容词 叫做臭不可闻 在这个地底下有这么多 盘根错节的势力 一个年轻人可以不用上班 抬头挂一个上市公司 什么投资者 就可以呼风唤雨 住饭店 有这么奢华的各种享受 去跟各种的妹 可以有资源的交换 甚至其他的投入的事情 都从来没有 过去那么多的官司 都还可以被隐藏起来 都还可以恨行江湖 上一副歌 怎么看这当中 是不是还有其他金主 还是这一切 通通是来自于这个新潮流系吗 难道这个组织犯罪解构里 还有其他的力量吗 我觉得这样说 就刚才巧琴特别谈到 特别在质问段英康一个问题 是不是有什么新潮流的立委 在帮他牵线 当然我知道的是中南部的 挂上新潮流的立委 是帮他介绍了很多人 所以他会认识这么多 新潮流的立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马文玉也特别提过一个 党内高层 我想如果加一个党内前高层 应该就会比较精准一点 因为也曾经有 党内的前高层 当时在现职的时候 带着林秉书进党内中央党部 介绍一些人给他认识 当然这个前高层非新系的人 非新系的人 但却跟新系交情很好 却跟新系交情很好 所以你这一连串的整个问题 你看下去就是 林秉书似乎好像背后有一堆人 再帮他在党内签关系 当然林秉书是一个 我今天也不得不承认 他是一个诈骗界的奇才 他的做法真的是 很让人匪夷所思 譬如说我今天跟了 他今天跟了某一个电子业的大佬 吃完饭 然后他会拍完照 马上会传给别人看 传给政界的看 类似传给政界的人看 说我刚才跟谁吃饭 那个大佬还真有钱 就这样 我不是已经被揭露说 帮他去进周刊什么 姓靴的 姓詹的 不是 还另有其人 比那个还有钱还大咖 所以他会这样子 去串来串去 然后他也会讲一些 似是而非的话 比如说他跟张淑芬的那张照片 其实并不在张淑芬家里 是在张淑芬的另外一个地方 但是他偏偏会告诉你说 是在家里 好像我跟他关系有多亲密 对 我关系有多亲密 我可以到他家 其实那张照片里面 也不是他家 所以他会一个在这边 跟政界说他跟企业界夺手 跟企业界说他跟政界 所以长期支柱他金元的人 所以他会牵来牵去 牵来牵去 因为我们都知道 政界的人选举需要政治现金 那有些企业界是需要政界 去解决一些问题 他就扮演了这种 串来串去的角色 串来串去的角色 然后我很好奇的是 大家都说不熟 大家都说据他的告别 是都说不熟 大家一直在传说14个 但是具体的数字 应该是17个 17位立委 现任的17位立委 应该是17位立委 如果你说 大家都说不熟的话 我想说一句话 去的现任的17个 其中有 一般的嘛助理去帮忙 其中就有人 就是帮林秉书在牵线认识 其他立委的人 如果说不熟 我干嘛帮你牵线 这一个牵线的过程当中 跟段宜康有没有关系 因为段宜康是新潮流大佬 那当然为什么我们看到的是 段宜康是29号跟林秉书的联系 因为之前林秉书一直在跟 小马讲的那一段是对的 就是一直在跟高嘉宜说 是不是要串控 要说没这一回事 否认这一回事 去否认未来可能要登的 直到29号 静周刊打电话 其实是问了林秉书跟 高嘉宜最后的回应 最后的回应的意思就是代表 我要登了 所以林秉书就急了 开始在联系很多人帮忙 是不是最后努力 要把静周刊压掉 当然你在最后帮忙的阶段里面 你一定是想到的 最有可能跟你关系不错 一定会帮你的人 会帮你的人 而且有足够影响力 可以去试图影响静周刊登 所以后面29号会找到段宜康 就表示林秉书跟段宜康 有一定的关系 一定很熟 而且甚至立委 那么多立委去 是不是因为段宜康出面的关系 所以你看到最后的时候 那一段是29号 为什么是29号 原由是这样来的 所以段宜康是不是金主 那林秉书的钱从哪里来 我觉得一件事 检掉如果单纯的 只是一个家暴案的话 他不会去厘清这些事 但是林秉书 是不是涉及到政界的问题 我觉得检察官或是什么 有没有考虑把他分案 去查他的资金网 而且我还觉得一件事 国安会都否认说 林秉书跟国安会的关系 如果说依照你向馆长的说法 馆长公开说 他来跟他谈的时候 都有谈到说什么国安高层 国安会的什么 如果是到处以国安会的名义 在骗大家的话 我建议国安会查一下 去提告一下 然后顺便把林秉书的经元 查清楚 我觉得可以厘清很多事 可以厘清很多事 很快就可以把金主找出来 因为现在连网军的IP 都还没有真的分案在查 这其实都是有很多疑点 从单一的家暴事件 大家很同情被害者 但是所衍生的更多的案件 是不是应该给民众一个交代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